我是古阿默 今天要来说的故事是 单身及地狱第二季 先给大家看整部剧 10集中我觉得最高光的时刻 每次这种恋爱综艺节目 都会有最像男女主角的人物 不跟别人下水的女主角 终究还是没忍住被男主角约下水 两人聊得很开心 男主角很自然的伸出手 女主角很自然的 也回应了手指被勾着走 但其实他很错愕 没想过自己是这种反应 他边走边聊边走边笑 他忍不住又拉住对方另一只手指 两人一退一进 越靠越近 男主角恶作剧的乱喷水 女主角娇气的讨厌了一身 但还是自愿被拉着手指走回了岸上 男方温柔的帮女方穿上浴袍 再单手推开门也不扶门 就是一种帅 先分享这段给男孩子学习一下 怎么跟女孩子调情 但结局不是大家以为的那样啊 事情我们从头讲起这个游戏 玩的是一群单身男女 到一个无人岛上培养感情 然后看哪队能配对成功 在无人岛时 你不能讲自己的年龄和职业 也不能用手机电器 大家只能凭原始魅力 去追求喜欢的人 我们先一一介绍 这次的节目参加者 然后为了加深大家等等 能认出谁是谁 所以介绍人物时 我尽量多讲点废话 让大家多看这些人急眼 首先登场的 就是我刚刚说像女主角的人 我们几乎不用往后看剧情 就能知道她会很抢手 她的身材和长相 应该有符合目前主流的大众审美吧 带有一点名媛世佳 带有一点楚楚可怜 带有一点故作镇定 带有一点不好意思 带有一点坚强气质 带有一点内心柔弱 虽然不晓得 节目开始后 她具体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 但我们就先称呼她为小嘎嘎吧 因为她很常露出尴尬害羞的表情 她连出场找座位的表现 都很嘎嘎叫啊 就那种 啊啊不好意思 人家人家住这里可以吗 哦好尴尬怎么办 的那种感觉 接着第二位参加者 穿衣风格看起来蛮大方的 似乎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第一眼给人练体育的感觉 眼神很锐利 身材很精实 估计平常重训做得很认真 跟其他参加者比起来的话 她的肤色也相对比较健康 然后她真的 跟我们打铁健身的教练长太像了 所以我就简称她为教练吧 第三位参加者是男生 有着银沟鼻 所以我们就叫她银沟鼻吧 错 男人都是狗啊 叫什么银沟鼻 我想叫她牧羊犬 她虽然很帅 但脸上的志气又有点明显 跟牧羊犬的调皮有点像 她在自我介绍中 说自己以前是足球运动员 但现在不是了 然后是透过算命师推荐 她来这里找老婆的 有以上几点我们可以推论 此人的稚嫩感来自于 她还在探索自己的人生 想要什么 第四位参加者 从穿着和装法 可以推测属于小家碧羽型 就天生立直 但打扮的比较素 由此推论 她的个性应该属于 知性内恋 然后她从登场到坐下 都给人一种很害羞 或是很不安的感觉 所以会让人猜 她年龄可能不大 或是见过的大场合比较少 相对单纯的意思 总之我们就简称她为碧羽吧 不觉得这名字跟她很像吗 第五位参加者 身材高壮 但脸上有一点小忧心的表情 让人看得出 她的内心应该是细腻温柔的 她登场后 明明能坐的位置还有一堆 她却直接 走到两个女生中间坐 企图心很强烈 来就是要拔到妹的那种感觉 总之我们就叫她法斗吧 法国斗牛犬 标准的外缸内容 第六位参加者 身材高挑 给我的印象是那种 欧美电影里面会找的亚洲美女 但她其实是双眼皮 这种美女忍不住 让人想拆她的职业是模特尔 好多国际名模都是这种氛围 穿着的话 黑色脸身短裙 大方秀出大长腿 看起来她对自己的腿很有自信 只是总觉得她脸上也写着不安两个字 总之我们就简称她为阿特吧 模特尔的那个特 第七位参加者 身材没有不好 但相比前面出场的男性 她算是比较瘦小 然后从她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搭 我们可以推测她的性格偏向 保守稳重 那扎进裤子里的爸爸风条 在这整个联谊会场中一比较之下 给我一种马耳祭司的感觉 这种狗性情温和 外表可爱 杀娇好客 讨人喜欢 我觉得很符合她 第八位参加者 看得出她是外放型的人 整个人很有自信 是阳光型帅哥那种 走路都有风 而且眼神坚定冷静有神 她一定有一个非常让她有自信的职业 然后配上她魁梧的体格 让人忍不住想把她定位在消防犬 有没有 她像不像练得很壮的消防员 有没有一种要在大火中 把你救出来的风范 第九位参加者 穿的白色连身裙应该也是挑过的 设计细节不少 整个人很有气质 走路也很稳 她应该很信任自己 这会让人去猜她的身份 应该非富即贵 或是经理 小老板这种职位 她的眼神透露着闪光 那是一种自信美 笑容也很大方 反正我们就简称她为小老板吧 好 还有三个参加者 被节目主安排晚点才出场 其他人则是开始找人谈恋爱 先出手的是马耳祭司和法豆 在生活煮晚餐时 他们两个人都围在小老板身边 马耳祭司看得出来 想在做菜这件事上 给小老板留下一点好印象 但法豆直接帮小老板绑围裙 有亲密接触威力还是有差 再来是消防犬跟牧羊犬 同时陪着小嘎嘎 要去装水 这边也很细节 这两个男的都看上同一个女的 但是牧羊犬比较不敢出手 就是陪伴者 而消防犬则是主动跟小嘎嘎玩了起来 一般男生都会装身试抢着扛水 但他直接开玩笑的叫女生扛扛看 这举动有让小嘎嘎惊讶到 自然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消防犬后来也很照顾阿特 跟他亲近的互动不少 第一天差不多就这样了 其他人互动都一般就有小聊 但没干嘛 反正当晚第一阶段配对来临 大家会将自己有好感的人 写在纸上放到信箱 直接看重点 消防犬看起来跟小嘎嘎互动不错 但他把票给了阿特 法豆看起来跟小老板互动不错 但他把票给了教练 直接跟你说这两个男的都很装模作样 没直接投给自己真的喜欢的 小老板收到的那票 是马尔祭司给的 男方很坦诚自己对他有好感 小嘎嘎那票是牧羊犬给的 男方也是很坦诚自己的心意 然后碧玉还真的没票 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 连一这种场合就很吃你长相 跟打扮有没有符合主流 还有个性外不外相 男生这边最认真做菜的马尔祭司 没收到半票 把自己当工具人 好像没票也蛮合理的 牧羊犬收到的 是小老板给的票 称赞他做的菜好吃 这就有点多余了 菜好吃要干嘛啊 重点是他的人 你想不想吃 消防犬拿了两票 小嘎嘎和阿特给的 还算合理 把豆也拿到两票 碧玉跟教练给的 这次大家写在信上的内容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多提 直接进入第二天 大家也是各自相约谈恋爱 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消防犬开始主动 跟小嘎嘎搭讪 称赞他很漂亮 说他不化妆都美 马尔祭司一样一直屁颠颠的 跟在小老板身边帮忙弄早餐 玩水的时候 牧羊犬有关心了一下碧玉 帮他穿鞋 接着是一场PK游戏 五个女孩子海滩上玩单脚对撞 最后站立的冠军 可以约两个男孩子去吃下午茶 节目组可能判断 大家想看美女玩粗鲁的对撞啊 总之碧玉拿了冠军 他选了法豆跟牧羊犬 吃下午茶聊天时 唯一的重点只有法豆说到 我有注意你换了耳环哟 这是一句会让女生多想的话 后来法豆私下跟小老板聊天说 自己不太晓得要怎么选 应该选喜欢自己的人 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呢 小老板则是开导了他一番 说来这里就要跟着真心走 法豆是带犹豫啊 碧玉跟小老板自己要选谁 一开始有说过 法豆其实跟小老板一直互动不错 然后补充一下 消防犬跟小嘎嘎私聊时 说小嘎嘎一身红衣很像瞎子 其实男的就不太会讲话 但这反而让小嘎嘎 娇羞假装生气了一下 带有点惊讶 好像是喜欢这种感觉的 从他几个反应中看得出来 他蛮喜欢换男生的 OK铺陈到这里 终于要正式开战了 这个节目第二天开始 每天下午会玩配对游戏 你要私下讲出你想配对的人 如果对方也是选你 你们就会一起去天堂岛 一个高级酒店快乐的玩一玩 阿特选了消防犬 但消防犬选了小嘎嘎 小嘎嘎也选了消防犬 这两人就算配对成功 教练小老板碧玉 三个人都选了法豆 但法豆选的是小老板 两人配对成功 比较惨的是 牧羊犬选了心仪的小嘎嘎 配对失败 马尔祭司选了心仪的小老板 也配对失败 而来到酒店后 大家可以自爆职业跟年龄 先看小老板跟法豆 女方是艺术家 28岁 艺术家也算是个小老板吧 自己创作自己贩卖成品嘛 他那一身很稳的感觉 可能就是来自于 创作时需要很专注所培养出来的 男方的话 32岁证券交易员 当晚这两人聊得很顺 讲白了就是对方都符合 自己心中配种的资格 再来看比较好玩的 消防犬跟小嘎嘎 消防犬32岁 是整形外科医生 职业很有择偶优势 小嘎嘎25岁 钢琴家高材生 你看他练钢琴的气质 配上美貌 大概也可以知道 他应该完全不缺背景 很好的对象可以选 所以医生这件事情 并没有让他有特别的反应 然后消防犬谈起恋爱时 像个田狗一直在那说 你好可爱 你觉得你选择我后面会变吗 你想要我后面有机会时 再选你一次吗 我很喜欢你 就是他聊天 不好好聊天 一连串的问题 都是叫女生先给他答案 这直接问到 小嘎嘎的表情都变了 就有一种看不出来 我没有想回应 你还一直问是智障吗 的表情 所以他最后只是说 我希望你选你爱的人 我比较慢熟 需要一点时间 基本上到这里 消防犬就没戏了 各位单身狗兄弟们学一下 女孩子不能压啊 压力给到一次 你就没戏了 接着时间来到第三天 一大早大家回到无人岛上 又互动了一下 没什么重点 然后换男生玩游戏 选人吃下午茶 玩拔河 最后赢的两人 是消防犬和牧羊犬 仔细看小嘎嘎都在帮牧羊犬加油哦 然后就在此时第十位参加者 登场了 他一走出来 你直觉就知道他玩重机的 是不是 那个发型 那个走路姿态 那个表情 不就是烈火战车中的sky吗 他后来有自我介绍 说他的确爱玩重机啦 原本想叫他重机哥的 但基于男人都是狗的原则 我们就称他为罗威娜犬吧 你搜一下这犬种 你就说气质他们像不像 然后节目组 直接安排他上去 跟消防犬和牧羊犬决斗 他一打二拿冠军 看得旁边所有女性参加者 通通露出一幕 笑跟你一样 觉得哇他好帅好壮好猛哦 罗威娜犬冠军后 马上选小老板和小嘎嘎 去吃下午茶 因为他是中途加入 又是马上选人 所以肯定只能靠外表来选 然后他在吃下午茶时 吃得很随性 就有一种没有很在乎 眼前两位女性的感觉 而他的洒脱和漂皮 反而成功引起小嘎嘎的兴趣 你懂的 就那种没见过四面的千金 成绩优异的笑话 总是会对成绩最差的坏男生 有特别的兴趣嘛 你看小嘎嘎 看到两眼都发光了 可能觉得 以前大家都捧我 就你不捧我 你好特别 我好喜欢 另一边 马尔记斯有约小老板私聊 暗示一下自己喜欢他 但小老板没有多说什么 答案不言而喻 后来教练 也有找罗威娜犬聊了一下 两人聊的还不错 男方还问了一些 交往后才需要知道的问题 譬如你在意我和别的女生喝酒吗 碧玉这边 看得出来一直想找法斗互动 可惜都没有得到好的回应 然后很快来到第三天下午的配对 这次配对有个条件 就是不能选一起去过天堂岛的人来配对 牧羊犬选了小嘎嘎 但小嘎嘎选了罗威娜犬 两人互选配对成功 然后他们离开时 罗威娜犬还没有要帮小嘎嘎拿包包的意思 这让小嘎嘎惊讶地问说 你不帮我拿吗 从这就能看出 平常应该真的很多人装绅士来追小嘎嘎 他很习惯绅士的男生了 所以反而对这样子的罗威娜犬感到好奇 小老板因为不能选法斗 所以选了喜欢他的马尔祭司 这让法斗有点伤心 因为他刻意选了 不会配对成功的人 他以为小老板也会这样做 两人就能一起留在无人岛了 不然他也可以选碧玉啊 对不对 他选碧玉一定中 他知道碧玉喜欢他嘛 有找他表白过 碧玉的确选了他 但他故意选了教练 教练则是选了罗威娜犬 所以三人都没中 再来阿特本来就有喜欢消防犬 第一天时给过他好感性 所以选他 消防犬则是第一天开始 就一直有在关心阿特 所以两人互相选到 配对成功去天堂岛 当天晚上法斗很失忆 他就外纲内揉 看到心爱的小老板 竟然跟马尔祭司配对离开 这让他很担心自己会失恋 他好像对爱情中的自己 没什么信心 碧玉则是来安慰他 同时又表白了一次 但没有得到回应 男方说要再想想 接着就是精华了 来看看天堂岛的 罗威娜犬和小嘎嘎吧 男方28岁退役军人 所以才那么猛 但现在是个YouTuber 他说自己只是不喜欢表达出情绪 好避免出糗 他也没有把握小嘎嘎会选他 但因为怕就不选 他觉得这行为很烂 所以就选了 而小嘎嘎好像发现 罗威娜犬其实是闷骚内向型 所以开始反向勾引 他在男方说自己 不喜欢别人有越界的举动时 反问说那我可以越界吗 男方很明显有被逗到 觉得女方很可爱 所以就主动邀约去游泳 他是海底爆破队的 擅长游泳 多少有想秀一下的意思 小嘎嘎昨天跟修房犬来时 是没有下水游的 他现在原本也不想下水啦 有一点小抗拒 好像不习惯露出太多身体 但最后还是经不起勾引 下水陪罗威娜犬玩 两人玩的也是很暧昧 又是勾手又是泼水 隔天一早 小嘎嘎还主动叫罗威娜犬来帮他整理头发 这种超主动的行为 跟他原本的人设很不符合啊 感觉多少有一种 我就不信这男生会不喜欢我的赌气成分在 罗威娜犬则是一直一副 我对你跟对别人都差不多的脸 再来看小老板跟马尔祭司这边 昨晚他们玩的蛮开心的 但比较像是朋友之间的互动 在游乐园玩啊 回酒店一起贴面膜什么的 他们也了解了彼此的身份 马尔祭司说自己24岁是个大厨 拿过很多奖 而小老板一听到对方比他小4岁后 马上就露出没兴趣的脸了 他不喜欢弟弟 消防犬这边跟阿特玩的也有点像朋友 阿特是一个23岁的 哈佛医学院学生学历很高 但消防犬直接表明他约阿特来 只是因为知道阿特对他有意思 但他对阿特没意思 所以想透过这一晚讲清楚 大家当好朋友 好接着时间来到第四天 大家回到无人岛一回来 法斗就赶快约小老板来私聊 确认彼此心意 小老板真的也蛮会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 但侧面又回答的很正面 说昨天你们玩游戏时 我都在注意你 我身在草营心在汉 我去天堂岛时 心却都在无人岛啊 叫我关羽 法斗则是说 如果我们在无人岛 相处的时间只有100小时 那我会把90小时都用在你身上 牧羊犬也约了小嘎嘎出来 说只想跟他聊天 然后不管他做什么都会支持他 要他不要有压力 中午小嘎嘎有点中暑 牧羊犬第一时间注意到 送了药物跟保健食品过来 他舍不得小嘎嘎有一丝不舒服啊 阿特这边 被消防犬拒绝后 把心思转到了罗威纳犬身上 约他出来聊聊 这让小嘎嘎有点不爽 吃醋 觉得罗威纳犬到底在不在意他啊 明明两人互动很好啊 为什么还要去找别的女生互动嘞 然后主菜要去提水时 消防犬跟牧羊犬都主动来约小嘎嘎去装水 就只有罗威纳犬在旁边 完全不在意他的样子 让他真摸不透对方是不是喜欢他 然后消防犬还是没搞懂状况 去装水时 又一直问小嘎嘎 昨天跟罗威纳犬玩的怎么样 有没有做出决定要喜欢谁 看得出来消防犬对爱情很保守 好像一定要女生先喜欢他 他才敢继续喜欢下去 牧羊犬则是像中心的小狗不多话 就只是一直默默在旁边陪伴教练这边 又找了罗威纳犬想来交流交流谈谈感情 可以说岛上女生 几乎都对罗威纳犬有兴趣了 就连接下来 新加入的女生端端都对他很有兴趣 这个端端一出场就给人高雅端庄的感觉 可是脸上有一种坚毅感 似乎是个外柔内刚的人 看他一起出场的 还有一位新的男性参加者 他出场时会让人联想到的 持有财阀家的小儿子 异国风情或流行偶像团体 所以我们就叫他煞鹿鸡吧 你搜一下煞鹿鸡猎犬 你就说他们那额头刘海飘逸的感觉像不像 一种高贵永不抹灭的气质 碧玉对煞鹿鸡很失照顾 告诉他在无人岛要怎么生活怎么料理 今天没有配对环节 大家就是各自聊天 消防犬也又找了小嘎嘎出来聊表达爱意 小嘎嘎则说第一天去玩天堂岛后 我对你的感觉就变了 消防犬听了又在那里施压 一直问怎么个变法 听起来他就是想找方法 说服女方继续喜欢他 这反而让小嘎嘎觉得 我到底干嘛要一直跟你报告啊 很烦耶 罗威纳犬这边则是被众女包围 大家都觉得他那种放荡不羁的感觉 很令人心动 但罗威纳犬还是甩下大家来找小嘎嘎私聊 可是两人一坐下来就明显尬了起来 两人都不习惯主动开口 后来一样是小嘎嘎先吐槽 说你跟好多人聊过天对不对 罗威纳犬似乎心思不够细腻 听不出女方在吃醋 竟然还回了一句我乐在其中 后来牧羊犬也想来找小嘎嘎私聊 结果被发了睡觉卡 害他很难过 但他送了一本书给小嘎嘎 要他看中间那页写什么 法斗这边则是明确的拒绝了碧玉 隔天新加入的端端和萨路基有特殊权利 可以主动选人去天堂岛 萨路基选了碧玉 出发的路上看他有点紧张 就主动牵他手想给他安心感 看起来对女孩子很老练 但这招不建议长得丑的人使用 长得丑牵的就不是手 是牢房的栏杆 两人到酒店自我介绍时 男的说自己27岁是裁缝师 喜欢女方是因为女方很照顾他 给他很舒服很自在的感觉 女的23岁是大学表演戏 但他对萨路基没有兴趣 反应蛮明显的 他就是喜欢法斗 另一边端端也选了罗威娜 抢手到不行 端端今年26岁是个模特儿 模特儿好像都是特色型美女比较多 而罗威娜犬也老套路 约他下水玩也一样拉他手指 玩法跟小嘎嘎一模一样 表示说罗威娜犬对谁好像都差不多 对小嘎嘎也没有特别之处 端端其实也感觉得出 眼前的男人对他兴趣不大 但他就是很喜欢这种 一脸玩四不公的浪子 隔天大家回无人岛后 竟然有女生们玩摔角游戏 总之前三名的人分别是 第一碧玉 第二端端第三阿特 赢的可以优先选人去天堂岛 然后出发前大家有一些时间聊天 牧羊犬就跑来找小嘎嘎聊天 说知道他压力很大 因为他喜欢罗威娜犬 也玩得不错 所以牧羊犬怕小嘎嘎 失恋会难过才来安慰 小嘎嘎可能也是第一次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男人 同时说他看了牧羊犬给的书 上面写的其实是 喜欢一个人不需要有压力 就跟着感觉走之类的台词 就很明显是男方透过书 在鼓励女方要放轻松 我会陪伴着你 这让小嘎嘎 感动到哭 牧羊犬也发下誓言说自己下次 一定要取得游戏冠军 带小嘎嘎去天堂岛 以正心意 接着是刚刚摔角 获胜者开始选人 碧玉很为难 他喜欢的法斗 不喜欢他选了也没用 他不喜欢的杀路基 喜欢他这样选了也没用 最后他随便选了 人最和善 跟大家都是朋友的马尔祭司 一起去天堂岛 但两人很摆明就是去玩 马尔祭司喜欢小老板 但也明确在私聊时被拒绝了 所以现在等于是两个失恋者 一起展开一趟疗伤之旅 端端这边则是又选了一次 罗威纳犬 可惜的是 这次来到酒店 罗威纳犬直接表明 建议端端 去多看看别的男生吧 不要把心思放在他身上 阿特原本因为开头提到过的 消防犬都蛮关心他的 所以他最早喜欢的是消防犬 可是人家喜欢小嘎嘎 所以他就放弃了 后来喜欢罗威纳犬 结果被选走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相对看得顺眼的法斗 但两人都知道 彼此的情意只够当朋友 他们在酒店也有讲开 而这一晚留在无人岛的牧羊犬 则是跟小嘎嘎情感图背猛进 可能小嘎嘎感受到牧羊犬对他的呵护吧 他还是比较习惯被人呵护啊 受不太了 喜欢的人一直漂泊不定 捉摸不透的感觉 吃饭时他还跟牧羊犬玩起了自拍 隔天一早 罗威纳犬回到岛上后 其实他跟一开始一样都没变过 他就是慢熟嘛 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 但这看在小嘎嘎眼中 就变成你根本不在乎我了 他试着再次主动来找罗威纳犬想聊聊天 却因为开不起话题 尴尬了起来 旁边的护花使者牧羊犬 则是出来打圆场 说想带他去走走 他毫不犹豫跟着走了 这时罗威纳犬才意识到 自己应该明确表达心意 追下小嘎嘎 所以他跑来约他私聊 然后讲真心话 说你跟牧羊犬聊那么开心 都不跟我聊 其实是因为小嘎嘎也是慢熟型啊 两个慢熟型 到底谁要先开口 都开不了口的话 要怎么谈感情 接着是最后一场游戏了 所有男生一起玩摔角 取前三名 消防犬一直想攻击牧羊犬 但因为三人都很拼 谁也打不赢谁 最后他们干脆 先把不重要的杀戮机 给丢出泥坑淘汰他 然后罗威纳犬跟牧羊犬 都开始注意到 消防犬其实比较弱 所以他们干脆先连手 把消防犬干掉 剩下的马尔祭司不太重要 大家随便淘汰他 最后其实就是 罗威纳犬跟牧羊犬决斗了 前三名可以选人去天堂岛 法斗喜欢的是小老板 在旁边看戏 然后决定跟罗威纳犬 一起先去干掉牧羊犬 可是二打一 却仍然没办法 把牧羊犬摔出泥坑 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 牧羊犬那种 绝对要赢 绝对要选小嘎嘎的心 那种毅力 可能震撼到罗威纳犬 导致他最后有点急了 一个出力没出好 自己先摔出泥坑 等于战败 牧羊犬胜利后 站起来时 那种表情就像是在跟大家说 我的主人 只能由我来守护 你们这些渣男 都配不上我的主人 汪汪 而配对开始前 小嘎嘎找罗威纳犬来私聊 问了一个问题说 你选另一半 都是用什么在做判断的 结果罗威纳犬竟然回一个 我都是跟着好奇心走 BB答案错误 要回我选另一半的判断 条件就是要跟你一样啊 反正小嘎嘎听了很灰心 接着摔角前三名的人开始选人 第一名法斗 选走小老板 他们两个就不用管了 反正去酒店互表情义 配对成功 第二名牧羊犬选了小嘎嘎 两人在酒店也聊得很开 因为同年龄 牧羊犬也是25岁 职业是爸妈咖啡店里的咖啡师 难怪脸上多了一点志气 但最后牧羊犬问说 你喜欢我妈的时候 小嘎嘎还是说不确定 第三名的罗威纳犬 则是选了阿特来吃饭 他也对阿特有一点兴趣 但他讲话真的不讨喜 他轻描淡写的表明 自己是因为选不到小嘎嘎 才选你的 虽然后来罗威纳犬 有真心在以交往为出发 分析两人 远距离恋爱有没有搞头 但阿特已经对他没有兴趣了 阿特不想当备胎 隔天大家回无人岛 准备迎来大结局 这次是罗威纳犬主动约了小嘎嘎 说看他跟牧羊犬去天堂岛很吃醋啊 而小嘎嘎还是露出了害羞的表情 说你比赛时很猛 我都在看你 你决定好要选谁了吗 结果罗威纳犬又给了个错误的答案 说什么我还在考虑啊 因为我自己都不能照顾好我自己了 你又还在读书 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能力照顾好你啊 但我又想要找对象啊 呃言下之意就是我想扎你OK 好最后配对时间到了 所有女性参加者一致排开 男生自己走到想配对的女生旁边 煞鹿鸡来找了碧玉 看不出碧玉为什么会答应交往 可能选了也不亏吧不知道 反正配对成功 小老板这边也没悬念 看着来找他的马尔祭司 然后就开心的牵着来找他的法动 配对成功牵手离开 接着提一下教练好了 他很惨是唯一没有去过天堂岛的参加者 他26岁模特就这样 消防犬跟牧羊犬这边则是来到了小嘎嘎身边 罗威娜犬则是还在作秀 故意走去阿特旁边站了好久 才又忽然改变主意来到小嘎嘎旁边 不晓得在干嘛 然后说了一句我认为我喜欢你 消防犬没说话 牧羊犬则是说想跟我喝咖啡吗 小嘎嘎听完就牵起牧羊犬的手 离开了配对成功 呃这算不算 备胎难逆襲男主角算是蛮让人吃惊的 原本以为小嘎嘎会选他爱的 但最后他选了爱他的 好像也合理公主还是要骑士团啊 不是路边遇到的浪子 那你说小嘎嘎选牧羊犬 有没有故意要弃罗威娜犬的成分在 不知道反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帮各位整理了几个恋爱重点 第一个是尽量直接清楚的表达 自己喜欢对方不要让对方猜 但也不需要去给对方压力 硬要对方给你什么回应 第二凡事都是一体两面的 浪子的漂撇洒脱 另一个角度呈现出来的 可能就是对你也漫不经心 第三自信的谈吐大方的微笑 给对方一种选你也不亏的感觉 是胜利的不二法门 第四在爱情中低调过头 默默的当工具人是很难被人记住的 最后以上是帅哥美女恋爱经验的截取 与各位普通人无关 掰